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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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个桥 那个 我们也有 福音桥 对 福音桥 那个我也有 就是这么简单 你用哪个用的 你觉得你认为 大家谈这个罪的问题呢 他们也觉得挺惊奇的 没人跟他们谈的罪的问题 跟他们谈的罪的问题比较多 但是他们信没信 我没有说 当时就让人家 谈罪就是为什么拥有体会嘛 中国人人都犯罪 对 他们不认识这个 所以说跟他们讲 全国都这样 对吧 对 所有人都觉得 在罪中当当挺美的 喜欢拿回扣啊 银行呢 带款给人拿回扣嘛 对对对 然后呢 你卖的产品都是伪劣产品 因为别人卖给我了 我也卖给你了 对对对 还有这个 做生意之间的请客送礼啊 吃饭啊 他们原来都不觉得对 所以这个 单生意光照就是对 对吧 如果不光照 在黑暗中 大家都不觉得对 嗯 我跟他们谈呢 就是查状罪的问题比较多 我有的时候 我就说过去我捡个钱呢 捡了几十块钱 捡了五十块钱 捡了五十块钱 捡了一块钱 非常开心 现在就不开心了 开心 现在就是信如以后就不开心了 或者别人多找给我们点钱呢 原来我也挺开心的 但后来就不开心了 信如以后就不开心 要退回去 所以跟他们谈 他们都非常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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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认可吧 在这方面 既然他没有觉知信耶稣 但是呢 当谈的这些 他知道 有些什么是对什么不对的 过去他不认为是不对 他觉得环节就是这样 对 不要说让他信主信主 这样我觉得没什么效果 你跟谈一个问题 让他认识了以后 他觉得 哎 这个问题 需要 需要 当然 谈到最后一定是要祷告的 对 对 对吧 他那个材料是要祷告的 是 我就说给他祷告 但是 我确实没有说 哎 你信主吗 我给你做觉知祷告 没有这么去说 我觉得我还是说 嗯 顺其自然 就是仨种 第一个是有一位神嘛 有一位神 那就是 創造天地的 无神论 无神论就是不成名的 第一个 有一位神 那你就会问他说 你认为 刚才谈的有一位神 圣经说 自从到天地以来 神的勇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信的 罗马俗基尔让帝十九世 对吧 然后呢 虽然眼不能见 但是借着所道之物 就可以晓得叫人物可行 这是普通启示 那这个普通启示 你跟他谈完 你说 哎 你认为 有个神是天 万物造的 是神造的吗 等会儿 你别走啊 哈哈 让他讲多一点 是神造的吗 如果他说是 这是很大突破的 你知道他 属灵岁内 他有四项 每一项都是对一个人很难的 虽然它很短 我们会明天讨论这个 这个核心内容 你怎么用它 虽然很短 但是都是突破 第二个就是人的罪 人为什么不认识有神呢 因为人的罪 那罪更难认 你还不错 你现在人都认罪 我二十年前谈到的时候 我一个人谈说 你认为你是罪人吗 他说我又没有通缉令 我说不 那就是我是罪人 他不是罪人 哈哈哈哈 所以你谈到这就很有意思 那我还得跟他讨论半天 通缉令是不是罪 我说按照美国的无罪定论 通缉令不是罪 通缉令是怀疑有罪 因为我怀疑有罪 我让当案说明吧 你跑了 我通缉你让你回来 但是我没有定你罪 什么是定罪 法案定罪 公安的通缉令不算定罪 是怀疑你犯罪 让你回来调查 所以我后来我那年就回国了 我说我回来配合调查 他不让我回来 我赶回来 他说你不用了 你这干嘛 你找麻烦 他说我要认罪 我找什么麻烦呢 对吧 他说我找麻烦 他把我又驱逐出来 在黑屋关十几个小时 就给我扔出来 冤极遣返 所以你看啊 这个是关于罪的问题 你要承认罪 有罪也是个突破吧 第三个是什么了 第三个是耶稣基督 怎么样解决罪的问题 唯有耶稣 就耶稣的宝血来 能洗净你的罪 与父神和好 那这个耶稣和他释迦 这是讲释迦的关系了 那这个呢 也是很难的 你首先要相信耶稣基督 能够洗净你的罪 否则你这个 其实你 他这个明天会教你们这个谈道呢 就每一段完了 你得问他 你认为 对吗 是吗 他说 哎对 那就说明他又有突破了 然后最后就是 你要相信他 才能最多顺便 一生继续关系 对吧 所以这个 四个属灵地理 还有那个福音桥 你那个 你用的是福音桥吗 我用的是福音桥 福音桥也很好 还有什么 还有五大奥秘 所以这些小车子都是非常好的 在海外我们用的 后来你 我给你 A 是给你 B 给我是 A 好像 因为我那个有两个好像幸福了 还好比你 要你今天来了 我给你塞挺好吃的 好 谢谢主 主要还是建立一个关系 跟他谈以后 要跟他留电话 然后跟他问姓名 可能要给他祷告 要有一些负担嘛 所以说这些 嗯 都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还有在传福音当中 我最有体会的 还是要做人 做人比较重要 当你跟谁 嗯 接触了以后 你就要多帮助他呀 多询问他 你有什么帮助啊 你需要什么呀 让你给他祷告啊 因为我没有什么能力 建立关系 你没有饺子啊 你送点饺子 对呀 我经常给人家送饺子 包了 不会包的就会做饺子 我刚开始去 来美国都市医院的一个教会 请坐 一个庞阿姨 就是这个叫庞婉华 她呢就是 每当周末 她就带我在家里 还有她老公 我们三个人包包子 我不会包包子 但是我会擀皮 我会做馅 我会包饺子 我包包的折 我总是捏不好 所以她不让我包 她包得很好看 然后我就帮她剁馅 她说我们肉都是剁的 因为包子的馅 最好肉是块大点 好吃 肥肉瘦肉都有一点 然后呢 礼拜 一到礼拜天的下午 端礼拜 我们一定是探访 考太克 当时我们就针对一个大学 就是家中理工大学 叫考太克 卡利福尼亚太克 那都是 那真的是 都是 叫什么 都研究火箭的 宇宙飞船的 航空的 尖端的科学家 那些博士啊 那很骄傲的 那我们谈根本谈不通的 我们就给包子 吃人家嘴短 然后不好意思不跟我们谈 对吧 包子吃完了 我们说 哎我们谈谈信仰的事情 那不好意思 包吃完一抹嘴 你回去吧 所以 哎呀 庞阿姨真的是 真的 这个我跟他学了很多 就是谈到 刚才王姐妹说 要建立关系 首先跟他个人 建立一个关系 是很重要的 你如果觉得有一个人 你很对他有负担 你要先跟他建立关系 他信任你 相信你 然后你生活的见证 生命的见证 也让他信服 他就愿意信耶稣 好 我们大家谈一谈啊 这样我们 你你他用什么方法你告诉我 你谈的效果 啊我们一个人讲 一分钟讲一个例子就可以了哈 田谣是吧 田谣来来来来 我就按照这个明车了 我麦克风给你 因为我们要录音的啊 那有麦克风 别害怕啊 别急的 没有这个不行 一定是谈过道的 你一定是传过呼音的 那你怎么谈 用什么方法 大家好 几种姐妹好 不用了 一分钟 哦 我 我就是在 去年 去年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 他来我们家 因为他家里出现很大的一个事情 非常大的事情 然后他就 因为我们两个家住得很近 然后他就来我们家 他经常想让我跟他 就只是聊天 然后让他心里能够舒服一点 那当时 他那事情是 反正是一个巨大的 一个风浪一样的 然后他是信佛教的 然后呢 他知道我是基督徒 然后他就第一开始就跟我说 你别给我那个 呃 想着发展我 我是不可能那个 信你的基督徒的 他说我们家 他说你别发展我 也别瑞库我 然后呢 嗯 我就是 我们家都是观音怎么怎么定 然后呢 我说我不会的 我说如果我发展你的话 神肯定发展你 我肯定没有这个本事了 然后我们就一块吃饭的时候 我说吃饭的时候 我说我给你祷告一下吧 但是他因为特别急需要 因为他是需要有一个东西 能够救他一下 我就每一次祷告去 就几句话 他每次都会流眼泪 然后呢 那一年 一年下来 他几乎是一个礼拜来我们家五趟 六趟这样子 几乎 对 因为基本上天天来 去年整个暑假是天天来 一直坐到凌晨一两点才走 因为我要开导他 一直开导他 就是跟他等于就是跟他聊天 说的嘴都已经 就是有点那个抽筋那种 然后呢 后来我就 总是给他祷告 总是给他祷告 但他 我不知道他听进去没听进去 他总说我祷告他有力量 然后直到 直到去年年底的时候 因为他确实要 要面对的时候要上庭 那天他的陪审团 只有我跟我先生两个人 其他都是别人 然后我 那当时是很 很严重 很严重在法院里面 那个形式 形式是基本上没有好转的 对他来说都是 差的那一面 但是我呢 他等于所有的东西 对他来说都是 不是特别好的 我当时就 只有我一个人 我不知道其他有没有人 基督徒 反正就我跟我先生 只有我一个人基督徒 当时我看到他那种情况 上半场实在是很糟糕 下半场我就 跪在法院里面 替他祷告 然后 当时就 就要求只有奇迹出现 没有输 今天没有输 只有奇迹出现 没有输 那天就奇迹出现了 感谢主 然后他 对 然后 然后第二次 也是这样子 所以他当时就 他说真的那天 他说是 是你的神救了我 他这样说 后来 今年的年头 他跟我说 我要成为基督徒 他觉知了 太好了 你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 他自己陪伴 那么他是有需要来找到 找到一个 这个 这个布道者 他是主动来的 但是他是有需要的 那你布道者 你要了解他的背景 佛教背景 然后呢 他特别的痛苦 他其实是给你倒垃圾的 对吧 他因为他没有人倒垃圾 他可能会跳楼 人需要 人社会交往 他要把自己的说出来 所以你呢 这个在听的过程中 你像你就有耐心 听了快一年了 一年了 我可能就不行 我工作太多了 我一定要赶紧解决 你别再找我了 去找耶稣去 哈哈哈 所以这个这个 但是你真的 因为我们 你你你 现在你还不是牧师嘛 对吧 你是个姐妹 你如果一年能带一个人信主 我就就是很大的一个成就了 真的 你就可以了 你但是你跟随他 这个这个步道的情况就是个人步道 这是典型的个人步道 陪他一段时间 陪他走过他的最难处 然后他觉得 哇 因为这个神是跟我有关系的 他爱我的 他关注我的难处 这是第一个 第二这个信神这个人呢 他对我有 有接纳 有理解 他能听听我生命中的苦痛 不管站有多少时间 半夜两三点钟 那我肯定不行 我第二天我生 哇 那孩子怎么办 先睡觉 你们俩就聊 哇 他一个人来 我说 就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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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 基督徒的爱心 他不困 因为他困就早走了 他肯定不困 他因为他睡不着 所以他得找个人陪着他睡不着 这个就是 生命中 有一个陪你的人是很幸福的 所以感谢主 那像这个 不到就一年的时间 他为一个人 那这一年时间 他终于信主了 一个 对佛教徒 步道是蛮难的 这个 你要了解佛教的 所以我们有些书可能要读啊 这个有几 有关于怎么像佛教徒传统的书 这个我们也要去读啊 对我们大陆人不多 对台湾人 他说大陆来的吗 北京人 北京人也信佛啊 因为北京都信共产主义的 我对信共产人一谈到 我很有果效 我对信佛人谈到 不一定 台湾人弟兄姊妹就有这个本事 台湾牧师就很会 对这个信各种佛的 妈祖的啊 什么民间宗教 他谈到 很有这个能力 很好的啊 感谢主 这个一个例子非常的好 我们请谢灵丽 谢灵丽姐妹 来 讲一个例子 这个很简单 要讲这啥 什么人是你的例子 我在想 我想传福音的 最想传福音的一个人 可能是我的先生吧 他到现在为止革命还没成功 我觉得他 道理已经知道很多很多了 他跟我去教会 差不多也去了快二十年了 但是他就是信不了 没错 他可能讲出来的道理 都是头头是道的 然后他也承认这个世界 不是静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不愿意接受耶稣 我们以前也觉得好像有点鄙视他 以前我是对他这种心态 为什么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顽固不化 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还经常跟他吵架 但是我觉得这种方法呢 并没有帮助他的信仰 最近这几年呢 可能就我自己也有点改变吧 然后我就觉得我才领悟到实际上 你老是去跟人家谈这种道理的话 讲多了人家会很反感的实际上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在生活中 特别是夫妻之间这个相处之道 他如果真的能看到你的改变的话 他是会被神的爱打动 而不是被这些道理来打动 所以现在呢我就走在那条路上 希望有一天真的革命能够成功 所以看他这个讲了一个 最难传的就是身边的人 对吧 最亲的人是最难传福音的 为什么他太了解你了 然后你的 他就看你的样子怎么样 他说你传的耶稣那么好 那你信耶稣你怎么不那么好呢 所以他就不愿意信 刚才他透露出一点 就是这个夫妻相处之道 当然我们也不说仅仅是为了说 让他信主 那我们就怎么样 他说什么都听什么 也不是的 那他说我去赌场 那我们还是不同意的 对吧 这个他做一些不该做的事 那我们还是不会同意的 所以真理呢我觉得 当然个人的见证也很重要 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跟他 这个活出生命的见证 同时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 你是有技巧的 做认识有技巧 你还要祷告 为他祷告 我觉得祷告还是很重要的 好的 这个很好啊 这个向老公传福音 必要的 我们有没有 你是读神学院了吗 所以你看 你读神学院 如果你毕业了 你找福祉共产找不到 没有一个教会 请一个传道长的太太 不是先生还不信主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真的够去 回去教会做姐妹请 这个真的 这个这个这个 你在神院里全是恩典 你知道你到教会 就是临近现实了 没有那么多恩典 对你 你不要以为神是有恩典给你 但教会不一定是恩典 因为掌声通通 我都咱们关起门说 有录音吗 有录像吗 好 宋恩惠 恩惠 讲一个例子 我的例子好爽 那你什么例子都写 你像谁防我福音 有没有防我 嗯 成功是在我们教会 就是来的新朋友 行 你就讲一个新朋友 反应他什么反应 我说的反应 基本上就是 我 一开始先谈话 就是两个人 先彼此了解嘛 然后关键的是 我爸 我的经历 给他讲 他 对讲见证 关键是讲见证 然后我的 那个改变 然后 也 因为我这个年代 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嘛 然后就会讲很多问题 哦他说 他也是那问题 然后就 好很有共鸣 对然后就可以 谈话了 你怎么解决你的 生命中的难点和疑惑 就是 对他就有帮助 对 然后 关键日之后是 到最后是 因为很很少 就是 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嘛 大概都是周五时候 会有时间和他联系 然后周五都是 他会订个小家 然后我们家会配饭 好 感谢主 就是新来的 我们教会呢 新人席 总是会有一些人来 那这个吃饭的时候 就是一个谈闹的过程 其实吃饭 可以吃四十分钟左右 那你牧师讲道 也就讲四十分钟 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说 哎呀我没有机会 不是 我说你有机会 就你没有利用嘛 对吧 那我牧师讲道 讲四十五分钟 那你呢 吃饭吃四十五分钟 本身就是 一个谈闹的过程 先谈一谈 这个来教会 欢迎来教会 然后自我认识介绍 讲一个我信主的见证 这个挺好 你这样子 然后呢 就跟他单刀直入 你怎么样 你信耶稣吗 那我看 我见第一个人 我得先问你 你信不信主 你信主 你是哪一间教会的 来信人 你不信主 那你来教会 是谁带你来的 那你来到这个教会 你有什么期待 有什么需要 我为你祷告的 我会跟他 单刀直入 我不会跟他 扯那么多天气啊 洛杉基希腊 发大嘴啊 对吧 那没什么意义 对吧 因为我可能这一生中 就是一个小时给你 嗯 你可能一生中 也就一个小时遇到我 这个 所以你那时候 要抓紧时间 挑重要的跟他说 这个很重要啊 很好 像灭西人传福音 这是 所以你 通过这个个人步道 你学这个课的目的 不是为了你 不仅是为了你 你是为了你的教会 有天你去教会 你要用这个方法 训练你的弟兄姊妹啊 对吧 你要训练他们 然后 给他们一个方法 他们学会了用 他们就去传 你看王姐妹说 他传福音的果效 有百分之二十 不就是挺大了 你知道吗 你要像十个人传 有一个人信 都了不 这个大概北美的 华人叫华人教会 占华人的比例 也就是百分之十左右 你可能十个人 有一个信主 你就哈利路亚 感谢神 你不见得有我 那么多国效 所以我的传福音 比例比较高 他要不信主 我跟他没完 下一个 下一个 我这次是来教课的 可能没去你实际上时间 那于宁盛 于宁盛 其实像哪些教会的也好 其实像是哪些 我是在北京爱家贝教会 对 我那个传福音的一个 一个例子 我说一个就是 是我在一个家长的微信群 就是我的儿子的家长微信群 有一次是有一个家长 他老公高烧不退 四十多再去医院 怎么也退不下来 然后有一个 有一个家 另外一个家长 也可能是基督徒 就说我给你祷告吧 结果他说完以后 人就不见了 然后呢 那个 他就消失了 然后我说 我一看没人接了 我说那我祷告吧 然后我就祷告 我给他祷告了 我就把祷告词 发在群里了 然后有些人就 开始有反应了 他就会跟着 这时候 结果过了 当时祷告时候是七点 九点钟 然后他的烧 就突然就退了 然后 然后他老婆就 就在群里就说 哎呀 说真有上帝啊 然后 啊 啊 然后他就那个 他说真有上帝啊 然后我一看 我就当时 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啊 然后我就开始在群里 就开始 传福音 然后那个 有些人有反应 有些人就没反应 后来我就把一些有反应的 嗯 这些家长就聚集在一个一个一个拉 单独拉出来 拉了一个群 然后那个 我就想给他们 那个特殊服务一下 然后就 当时就找了 找了 找了 我儿子的另外一个同学的家长 他也是一个基督徒 然后我们就带他 带他们这些人就是 嗯 组织了一个查经班 大概查了有两年 嗯 查两 有 有的 有的人是跟他一说 他马上就说 哎呀我 我说耶稣 他说哎我听到耶稣心里就甜滋滋的 然后他 我说那我带你做绝职祷告 他就绝职了 但是有的人就 就脱落了 嗯 大概 那时候有大概十来个 十来个家长 然后可能信主的有三四个 有几个 现在还 嗯 在教会里有服饰 还那个信的还挺火热的 嗯 不是有这个 微信群传名是吧 对 啊 就是那你这些人 你都是见过他们吗 我们都是那个同学的那个孩子家长 孩子家长 对我们 我们一个月会有一些那个 见面 所以你看他这个就很好啊 不管 得时不得时 总要传福音 不管什么样一个情况 所以 即使同学们家长 孩子们的家长的群里边 也给他们传福音 我觉得这很好啊 感谢主 还有下一个同学是 啊 这个余宁胜 是吧 啊 必非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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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翻唱 讲一个例子 好 我讲一个例子 在我五六年前啊 我是大连友好教会的 哈哈 哈哈 啊 都是友好 不是 我们大连有个叫友好广场 就叫友好教会 哈哈 哈哈 我现在在 呃 南湾爱秀园聚会啊 我在五六年前 我在大连啊 啊 服侍的时候 我的后背特别疼啊 我就经常去我们小区的 按摩院去 按摩啊 按摩就跟那个老板娘 关系出的挺好 成朋友了 哈哈 成朋友了 我们就有一天 她说 这里有一个病号 得了一个这个 绝症啊 不叫绝症 她就 治不好 就是这个 静追邪 一犯病薄就歪了 再也治不起来了 她就得 除外国进口的一个针啊 八千一针 一打一针就好 又治了 啊 所以她就治不了 在国内 啊 只能一打针就好 所以她就来按摩 她说 你是信耶稣的 你跟她传一传 啊 虽然老板娘她不信啊 哈哈 我就跟她传 她那天来了 我就跟她传 我说 你 专门去医院和 按摩啊 啊 这个 不是太好 我给你介绍 另外一个途径啊 啊 啊 信耶稣 她说真的能 能治我的病吗 我说 不但治你的病 还能领你得永生 她就 她真是没有什么指望 因为世上 在大连国内只有 扎八千块钱一针 给她治了 她没有别的 她说那我跟你去 然后她就跟我去了 去教会 周一半 她说 我们只说了五分钟 我怎么能跟你去呢 我说没有问题 我们都是好朋友 我和你们这个老板的好朋友 哎 她就跟我去了 去了 然后 她就 特别 她头一次去教会 感受特别深 她说 那我就做这个绝世祷告 啊 然后 她就 没事就跟我去教会 啊 我叫她干什么 她就干什么啊 叫她背圣经 她就背圣经 啊 信了啊 她就开始信 但是呢 啊 但是半年以后呢 她脖子又歪了 她又软弱了 啊 我说你要坚持去教会 啊 然后一直坚持坚持 然后再也没放过 啊 一直不歪了 啊 哈哈哈 那我们看到这个是 好像是疾病得医治的例子啊 就是你要祷告有信心 为病人治病 对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信心啊 要有信心祷告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那我们过去 我们祷告 祷告会一点问题没有 我们到实际的生活中 有人需要祷告 我们就没有信心了 我们就不敢宣告 对吧 所以当然也有信心 当然也有神学根据 这个信心有神学根据啊 因为我们看到耶稣也医治各样的病症 那通过病症 你看她很有意思 她说你要 我 你我你我你我带你去教 不仅脖子不会再歪了啊 重要还能得到永生 这个这个传访 要传的 传的这个全面一点 全面一点 这个不能管说 哎 就把你脖子制 不歪了就拉倒 那你不歪了 你还得 你还得有一天 你还得死 所以我还 传回传得准 最好啊 这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然后把她带到教会 有时候你不能老关心她 做不到的话 就把她带到教会 然后她找到自己的信仰的生活 有小组啊 有团契啊 我觉得就比她好一点 好我们下一位是张培明 张培明 张培明 哎 来来 张培明 就讲一个小例子 就让大家看到说 哎 这个是怎么一回事 你是怎么传福音的 我也了解一下你们的情况 好 嗯 在2013年的时候 应该是过年那会儿 那我一个姐妹她的她丈夫的丈夫弟弟的媳妇应该叫什么 对 也就是她的就是家里人吧 小姑子 但是她们有很多年不来往 那 是因着她这个小姑子的女儿要做这个服装的生意 正好找到我这个姐妹 这姐妹她 她是经营服装的 那 那找到她以后就问到她家里情况 她就说她妈妈现在住在医院里面 她们一家都 她们那个小姑子一家都没有接受福音 她们没怎么来往 那这样 一说住在医院里就问她情况 那原来她妈妈已经到了那个圣 呃 有一个圣已经被割掉了 那另外一个圣呢 呃 也面临很很严重的问题 好 那因着这样我们就去给她传福音 那她是客家人 所以听 就是 纯重的广东话她也听不懂 对 她纯重广东话也听不懂 那我们就找了一个客家的姐妹 跟我们一同 我们有三个人一起给她传福音 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呢 她就根本不接纳我们 就是 就 就 就是背对着我们脸吧 她在那个病床上 但是我们因着去 的确也是想如果再割一个就没命了 一定得 一定得给她传 那 当时我们去了以后 因为我们三个人就是比较人多嘛 我们就 我就开始在那里 从赞美诗开始唱 那紧接着呢 我们几个人就开始唱赞美诗 唱完以后 我们就带她 我们就带她 开始做决志 我说你 你今天一定 即便你不愿意 你也得跟我做 那她的那个 我们那个姐妹就很 很心急 就说如果你不做今天 我们就不走了啊 总之我们就给她做了一个这样的祷告 我们就 就回来了 那是第一次 第一次回来以后她就 打电话 后来就跟我们讲 她说自从你们来了以后 她们那个病房的洗手间的灯也坏了 这个也坏了 那个也坏了 就抱怨我们 那在第二次 她整个身体是非常的严重 已经快到了 她就能够感觉到她要死了 那第二次 是她们主动的 她的丈夫让我们要过去 那我们这次在给她做祷告的时候呢 她就不太一样了 她就不太一样 她就愿意让我们给她做这样的祷告 也就是这个中间的过程不讲 最后给她受洗 在病房里面 有施洗 那后 对 信了 施洗了 那后来她怎么 也就到今天为止呢 她现在的2013年到今天 已经接近她很好的活着 现在呢 她是有大概两个半小时 是做手术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的呼吸 就是从医院的那个见证上面 她是死亡呢 但是呢 她后来又活过来了 活过来了 她就 她是讲客家话的 那活过来以后 她会讲普通话了 然后她说 耶稣爸爸 她搅得比我们还亲热 耶稣爸爸 让我会讲普通话 为大家做见证 那她现在活得很好 而且是拿着很多的福音单 到处福音 然后到处地铁啊 公交 她到处床 而且那个人的整个精神 你看不到她患过这样的病状 我觉得这个就是 真的是神在她的那个生命当中 他的一个传福音方法是一个团队 三个人 对吧 三个人有个补充啊 也很好啊 这个 所以一般我们出传福音去 两三个人也是很好的 互相有一个帮助 尤其另外祷告 像客家人传给蛮难的啊 客家人他很多传统的 因为他们拜祖先的 他们他们是客家人 对祖先非常的重视的 所以不太好传 但是感谢主 你们做得很好啊 这个是因为她身体的软弱疾病 祷告看到果效 神的医治 全家人都信主了啊 你看一人得救全家蒙福 所以这个这个很重要 所以有个团队 一般的教会三福是用团队的方式的啊 三福那个那个材料 用团队 三个人 五个人 一个团队 来传福音 好 下面是张小光 是张佩铭后面 张小光啊 张佩铭讲了吧 你是张佩铭啊 你是广州来的 对 深圳 深圳的哈 好 张小光 稍微离远点点 就听着就好 不要忘了 你可以把他讲到 你的声音太大了 我在那个生命和灵良堂聚会 2019年是突破的恩高 应该是从2018年的下半年吧 就是 嗯 我今年就是最最神奇 最奇妙的事情 我觉得经历神的这种奇妙的作为 就是二月份有一个姐妹 也是一个通过一次 就是一个聚会吧 认识的一个姐妹 然后她带来的一个朋友 那个女孩就特别漂亮 她也就是那个北京舞蹈学院毕业 跳舞蹈的长得很漂亮 我就说 你长得这么漂亮 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 聊天的时候 然后我就说 我说你为什么不信主啊 怎么样的 然后她就比较感兴趣 比较感兴趣的时候 我说那你周五的时候 你到我们那个小组来聚会吧 然后到周五的时候 我们就把她接到 接到那个 因为她的那个 Jour Lessons在续签吧 还是什么的 她可能是有点开不了车 我们把她就接到小组的时候 她就非常的火热 当时就 那天小组也是我带茶经 然后我们聊的也特别好 她就绝志了 绝志了以后 她就参加启程的那个训练了 就启程的那个课程 然后她三月下个月 三月十号她也报名 三月十号就信主了 就特别的简单 我觉得好幸运啊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带一个阿姨 就做完绝志的 第二天她就给摔了 就给摔伤了 摔伤了以后 然后她就说 她说你这个神不行啊 说呢 我这原来我这 我这就是 我原来我拜佛的是吧 然后就特别平安 我那佛就是 一直就保守我 就是那个 就做什么事情都特别顺利 而且给我算命什么的 就算的也特别准 为什么你一信了你这个 我就摔的这么严重 我从来没遇到人 说你们这神不喜欢我 不接受我 就这样 后来也是 我也是一直就跟她聊了 就是很长的时间吧 最终的话 就很多时候 人是需要认同她的 我觉得我们学的那个方老师的那个 护教学也是很很真的 就说的很很管用 当时就说的 你要先陪她走一段 先上她的车 陪她走一段 先认同她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你再慢慢的去帮她去分析啊 帮她去讲解 这样的话 后来她还她就同意继续的来信我们的耶稣 谢谢 很好 挺会传福音的 我侄女儿 你看我们家 我们家都会传福音啊 我大哥的老二 我大哥俩女儿 那个小灰老大他老二 我们小时候叫做小二 现在叫二不好 二现在是傻的意思 以后不叫二就叫小光 好感谢主 你看她这个就很会传福音 她在国内就很会传福音 她对什么人 你看那个人 她信了主了突然间就摔跟斗了 她说你这神不灵 对吧 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有个朋友信主以后到拉斯维亚赌博 每次祷告都输 她说这神不灵 我信了主了 过去不信主 祷告赌博还赢 她信主了一赌就输 一赌就输 这神不灵 我说你做了神不学的事情 所以神就是要管教你 对吧 所以你就不要去赌了 以后不要去了 基督徒不可以贪恋别人的钱 赌博也是贪恋别人的钱财 对吧 所以不要去赌了 后来就戒了 所以很多人刚开始受洗的时候 是如果她有佛教的背景 她受洗以后会有些攻击 上帝也会给她通过这些环境 给她一些试炼 你看我们家有一个弟兄 是深圳的 她家有佛堂 她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主席 这官很大了 她自己家有专门的佛堂 她是个公司的老板 来到美国 第一天不怎么懵懵懵懵懵的 就别人把她带到我们家回去了 她就信主了 她听我讲到就输制了 输制了以后呢 她就把她太太手也举起来 她太太往下扯 她举一次的太太扯一次 举一次的扯一次 她说我要信主你得信 我说她太太也信了 信了第二天就出车祸 买个新的Motiri Benz 她说都撞碎了 但他们两个没事 然后还有晚上睡觉 俩人在床上跟她老伴 那个床是美国最高级的一个家具 非常贵 她说三千多美金买的 不怎么还要就断了 当然后来人家陪她了 这么名牌家具店 我说你们俩多大年纪了 折腾什么 怎么还断了 她说啥都没干 就睡觉棒了就断了 这就是第二个试炼 然后呢第三个 还有一件什么事情 她跟我讲 她说不顺 特别不顺 没有信主之前可顺了 她信佛教特别顺 然后对 生意上一件事也不顺 但是她就找我们谈 我们就告她 这些环境 当你从佛教信的耶稣 你可能会有属灵征战 这会有搅扰 那谁也会通过这个环境 让你对她增加信心 那一直到今天 已经信主三年了 非常好 感谢主 是我们教会的大厨之一 所以我们教会有四组大厨 我们教会四百人吃饭 四组人做 那这个我们是不订的 订的很贵 一人两块钱多贵啊 我们做就一人五毛钱就够了 这个买 他是一到他做的时候 是就是做的特别好吃 然后他买很多好东西都 他不用教会报销的 我们教会有这个预算 你各个组做完了 你这食材是报销的 他从来不来报销 这个地方很好的 还爱主的啊 你看他一讲进来讲到 我刚信主就啪啪啪三下子 就魔鬼就给我三班斧 让我看好好看 但是我就坚信不移 一直走到今天 你看感谢主啊 这个很有意思的啊 所以你看刚才他讲的佛教徒 他哎你这种不灵 你会常常听到这种话 就是这些人信主 他不是来认识真理来了 他觉得他是要吃饼得饱的 我的需要你要满足我 这个不解决问题的 所以福音要全被 像刚才弟兄说 你不紧脖子不歪了啊 重要的是你要得到永生 这个这个更重要 好吧 那么下一个同学 嗯 那一个同学是张金明 张金明 张金明 我讲一下我岳母 是你带信主的 对 对 嗯 那岳母信主很难吧 是 嗯 因为我信主虽然也不是很久 然后我 我在结婚之前还没有信 所以我岳母那个时候还不知道 然后信主了以后呢 嗯 岳母她说哎算你们信吧 我也不信 因为你们信的话还有十一封信啊 什么的 她说我 这个也不是 可能因为在国内很多东西 嗯 没有那个氛围 然后我们经常去教会 她她说你们去吧 在哪个教会 我们是家庭教会 我父母那边有一个小教会嘛 在野赛深圳 对 然后 嗯 刚好我们这一次到美国来嘛 然后来读成学 然后她说哎呀 你们跑得太远了 然后她说 嗯 然后她不知道怎么办 她不然就好算了 我也跟着你们信吧 她可能信了 对 因为她说 因为我一来 我老婆都跟我一起来了嘛 就信了 就信了 对 可能是因为我平时也是 就是我们的行为 好 就这样 其实你是好女婿也是 对吧 对 经常给她钱 所以 买礼物 这个 所以你要想传福音呢 请坐 传福音真的要建立好关系 尤其你像你的 家人传福音啊 一定建立好关系 像老公传福音多顺乎点 这个 多关心关心老公 嗯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结假日啦 也不一定非得她 对你怎么样 对吧 你也对她要 给点好处 对吧 也不能说 情人节忘买花了 你就作一通 第二天说 信不信耶稣 嗯 她说 过完情人节再说吧 那这个就比较麻烦 所以关系 关系的建立很重要 我觉得像亲人传福音是蛮难的 我的体会 不太容易 嗯 不太容易像亲人传福音 然后现在还可以 对啊 你看感谢主 感谢主 但如果亲人不信主 你的信仰生活可 可难了 你要去教会 他不让你去 对吧 你要奉献 他更说 咱们钱不多了 不要乱花 对吧 给他们干嘛 你们的牧师 都开不着工资 帮他开工资啊 所以你一定要带他信主 这个很重要 家人带信主啊 好 谢谢张金明弟兄 同学 侯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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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姐妹好 我是在那个生命河聚会的 然后 都有一些那个 就是 就是 带人家传福音的经验 可能就是一些朋友 可能一些 就是那个天主教徒什么 都带他去教会 那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我传福音的对象 就是我太太 这是 其实这个也是很难啊 确实 啊 15年吧 超过15年 超过15年 你 我信主 如果是从台湾那个 开始算的话 应该也十几年 十七年左右 十七年左右 对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 就在台湾 带他去那个 那个 那个聚会所 那种叫聚会所 这个地方教会小的 那那个可能 他是那种 那种 好像做职校一样 就是强迫性 比较大 所以他抗拒比较 比较凶 然后 那来美国之后 就去那个方舟 大家去方舟 进行会 然后就后来就是 当然其实就是说 还是见证 就是说自己怎么去 生命上的一些见证 给他去看到 我觉得这个是最有效 而且最重要 不然他回来攻击你 就是 你也没做好 他两年前的时候 在方舟 有一次那个孙牧师 找我们去他家吃饭 然后孙牧师也找了一个姐妹 然后就带他做了绝子祷告 但是他还没有敬礼 敬礼之后 因为他去年还没休息 那因为他后来是 就是我们去的那个生命河 他去年也回去台湾 所以他可能回来之后 就会 就会休息 对 好 这个就是这个 那个夫妻传福音 可能不要讲太多道理 就是你怎么样活出见证 对吧 这个很重要 好 我们下一位是 张莉莉 张莉莉 对我想一下 我是在美国 原来是那个祖恩 在山日梦那个华人教会 后来我现在跟我先生去他 那美国人教会 因为我先生讲英文 那想一想我是 06年受洗的 受洗 其实我刚说完洗也很好 很想 很有传福的那个热情 有一点 就是说 怎么讲呢 传一段福音以后呢 因为我们自己教会 出了很多问题 我们的教会就是 120多人 后来一点点 没了 就剩 剩几家 然后牧师一直在换 对 然后我其实我 我带一些家长去 他们到那儿 也没多少时间 就走掉了 我其实我来 对 对 我自己呢 就觉得很饥渴 成是这样 我觉得我很饥渴 其实我来神医院 也是因为我觉得 怎么搞的 我怎么这么干呢 里面 不行 你会觉得这个教会 因为牧师都老坏了 也做一个错 嗯 我说去 别丢我们主的脸 到了这什么教会 真的 我是有这样的感觉 对 那因此的话 我想一下我 带人信主的话 对 没错 是 那有几种 其实我觉得很 总结一下就是说 一个是很快 就说了很快 我说 我是基督徒 你要不要信这个主 特别好 他说 好啊 信吗 我说你真的信吗 我很吃惊 我说你真的信吗 我真的信 我说你为什么信呢 我还没跟你讲什么 你怎么就信了呢 他说我觉得你变化很大 这是我的老同学 多少年的同学 啊 这样啊 他说你变化很大 我说这样啊 那因此的话 我向我家人传 就是我总结一下 想一想 就是说 一个是很快 一般快的呢 都是说 哎 你觉得你信这个神信得很好 你信得很好 因此我也想信 其实我都没有解释 哇 就好高兴给他一本圣经 哇 就开始看的 吃饭都不吃了 再看圣经哦 哦真的哦 其实他自己还是在美国 读的博士 后来回中国 都是我同学聚会嘛 哇 哇 我觉得好吃的 我都不敢相信 因为我拿圣经签 也胆胆出出了 觉得说 人家是不是很反感呢 或者怎么样 因为这么多年没见面了 对 我就这么多年没见面了 一下就给人家圣经 好像太突然 还没讲话呢 对就信了 但是我担心人太多 一会儿没机会了 我就 嗯 嗯 我说有神哦 真的有神 他们就很快就信了 他 我说觉得信的就是说 对 高级知识分子 对 高级知识分子 对 在美国 啊 我 我其实就没有 没有对 没有follow 但是他们信的就很快 发了人家 他发了一年 是是是 对对对 不是人家也挺多 找他 是是是 我有那个 对 我有follow很久的 最后也是 好 你会看到 他遇到这种 不多的 我穿回遇到这都不多 需要很长的时间 那因为我不到会 我不知道 哪个人心里的背景的情况 但我是知道说 啊 觉知走到前面来 但是呢 我个人谈到的 我知道像这样的 就是很好的 这个要真的要 可以follow他 让他成为门徒 让他能够传福音 教会这样的好苗子 所以你要做牧师啊 哎 你看做牧师的眼光 跟其他人眼光不一样 你来教会他 首先想这个人 我从哪个方面培养他 这个很重要 就是这个 你一定要是 因为我觉得牧师 我做牧师 一个挺大的体会 就是成全圣徒啊 我觉得做传道人的 就是成全圣徒 让弟兄姊妹 在教会里得以成长 那每个人恩赐不一样 如果一个好牧师 他能发现 每个人信住以后 他的恩赐以后 或者他的啊 他生命中的盲点在那里 你帮他解决了 他常常成长会很快 就像你一个树 你要把它修理啊 像葡萄树吧 你要剪吧 对不对 那剪那个不好的枝子剪掉 啊 这个好的枝子也要修剪呢 为了结果的更多嘛 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你要怎么去培养的 巴勒它很重要 我觉得啊 如果你一个教会 我们教会成立 都是十几个人 十几个人 我们现在成立十几间教会 都是十几个人开始的 当然我很重视训练文徒 就是你看我是 是个不道的一个一个奖人 一般提的词 可是我知道做教会 不完全是不道 做教会完全是牧养啊 不道牧养 关怀 培训领袖 不是你一个人做 你人做 一个牧师再有能力 顶多做的一百人左右 但是你如果 你这个教会如果 门徒起来一百个人 如果你要 啊 三分之一都是门徒 经过门徒训练的 他都能够带团契 带小组 带福音的 你教会就会 就会倍增 就会越来越增长 就这样一个情况 好吧 我们感谢主 我们还有一个最后一个 杨韩文 杨韩文 是你 大家好 我从一二年感谢新主吧 到现在的时间 就去年我没有 带任何人来教会 但是这时间 这个大概六年的时间 我带了三十来个人吧 去教会 但是最感触的一个 三个例子就是 有一个和我常常 在一个姐妹 她把观音送回去了 她就是新主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呢 不是说靠我 因为我是觉得 记得圣是一句话 收购在神 神拣选了你 与我无关 所以你把它带到教会 你我从来不问结果 至于但这三个结果呢 是说很 比较叫记忆力 比较深的吧 这个呢就是说 他没有 当时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怎么送观音 他是比较善良的一个人 他说这个观音 从来就是说一直在保护着他 没有是伤害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 不是我能解决的 所以那时候 我就请了我的主任牧师 我让他跟他传道 所以我把这个责任 就推给了我主任牧师 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 就是说我公司的一个同事 很久了 我们相处了很久 八年的时间 他来美国以后 他就问我如何来美国 后来我就告诉他 我说得神宝来 你去吧 后来就是为了我的 把他 我又推给了我 在中国的一个朋友 他也是非常教会非常 能有恩赐的人 他能带教会大概信了 能有200多人吧 就信主 我就把他交给了我的朋友 我这个人 不是太喜欢担当责任 也不喜欢太 喜欢荣耀的人 我主要是 好像感谢主 给我的父母 给了我一个很平静的心态 我不喜欢大喜 我也不喜欢大乐 但是人生给了我呢 却不是这样的平静 性格经历了很多呢 我就觉得有些东西呢 我就不太在意 我不喜欢别人感恩我 我也不希望别人恨我 我就喜欢常常平平常常 做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 就像在教会里一样 就有一天我也是说过 如果说在教会中 我不能够服侍上帝的时候 不能够给荣耀神的时候 那我希望做一个安静的看客 能够在角落里为牧师 为我的兄弟姐妹祷告 第三个呢就是说 他去年的9月份 我的牧师他们跟我说 你播种的果子又收获了 他呢就是说 他就要聚会 来了美国以后 他承诺太多的压力 所以他得了病了 他得了病了 得病以后呢 他就是说 医生就跟他说 就是说他因为他是免疫下降 造成了怪儿坏事 当时我们看到他的时候 谁也没有认为 他可以活过那一年 就是17年的那一年 但是他曾经 就是我们大家 教会都一直在关注他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离开教会了 所以呢 在这一年的时间呢 大家就关注他以后 他就通过的死亡 通过他在这个生命当中的挣扎 他就走向了主 所以9月份他受洗 受洗以后 只是我的朋友就告诉我 哎 你的朋友受洗了 我说感恩主 这些都是主的 永远不是我的能力 所以呢 谢谢大家 就是如果一个人的成长过程 就是说 我这个人是比较喜欢 就是说 嗯 不喜欢欠别人的 所以跟我在一起相处的朋友 我一般就是有好事的时候 或是有吃亏的时候 一般都是在我在吃亏 所以我的一生当中 就是我不想欠任何人的 因为我喜欢我自己独立的生活 好 感谢大家 好 那你 你有没有记得带我多人信耶稣啊 有没有 我没有想到带我 30多个人 30多个人来的教会 感谢主 太好了 所以我们还是看到这个 刚才弟兄姊妹的分享啊 我们一会儿还要休息十分钟吧 看弟兄姊妹分享 我觉得非常的宝贵 就是个人谈到的经验 你谈的越多 你越有经验 你谈一种类型的人 你可能只有一种经验 但你谈两种类型 就是两种经验 你谈成功一次 你有成功的经验 你谈失败一次 有失败的经验 教训 所以你要 所以这个传道人的这个 个人谈到我刚才讲的 基本功啊 这个是必须要学要做的 因为你传道人嘛 人找你就是要 那你会什么呢 人家不会找你谈股票 你也不懂 也不会找你谈IT的公司 你更不懂 那可是福音你懂啊 你要谈福音 解经 介绍耶稣 这个是你的专业 可以说是你的专业 那你一定要懂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土地很重要 我们刚才听弟兄姊妹讲的时候 我想到这个土地 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13章 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就是这个 这个 土地的比喻 耶稣讲了四种土地嘛 第一种土地是路旁的 一个人出来撒种 就撒在路旁的 撒在路旁怎么样呢 飞鸟来了就把它吃掉了 对不对 飞鸟来就把它吃掉了 在路旁的 那么然后呢 这是表示人心里刚硬 就是他 当福音进来的时候 撒但会有迫害作用的 你不要以为说你传福音 就是简单 就是一个知识 当你这边传福音 那边撒但就会捣乱 所以你看很多人信主了 那个试探就来临了 没有信主 反而平安无事 信主了 试探立刻就来临了 对不对 你这主不灵 所以这个撒但来攻击你 那这个如果土地不好 他撒在路旁的 飞鸟就把它吃掉 飞鸟常常在圣经里 形容是撒但 对吧 飞鸟 这个这个 然后呢 第二种是撒在土浅石头地的 因为土浅 土济浅发苗也快 可是他没有根 扎不下去 然后呢 这个很快 他也就不信了 不信了 所以 那第三种是撒在哪里 撒在经济里的 经济表现世界的 这些世界的蝉类 然后 这个引诱 慢慢很多人就 当然 信了主了 随着成长的过程中 被经济就挤住了 就挤住了 所以这个 种子也不能够 长成 发芽生长 那最后一种是好土的 所以传福音这个土地很重要 刚才我们讲了 好像 王姐妹讲 大概在五分之一人信主 潘十个人的话 那耶稣讲四种比喻 大概是 25%吧 如果你传福音 大概你谈十个人 你25%信主 这是正常的比例 因为有25%的好土 对不对 所以那这个好土 那就是我们要 首先传的 所以 你知道一个传道人 如果你做一个普通的弟兄姐妹 没有问题 这人缠你一年 如果传道人 你被他缠一年 可藏 你天天三四点钟 第二天你上不了班 也被你讲到打哈哈气 你也讲不了 你没时间预备奖章 你也没有时间做门徒训练 你全被这一个人给你缠住 那也不行了 所以你就要 传道人又真的知道好土 你看我 不是说我们传道人现实 我们教会呢 我打电话打这两种人 一种是这个教会的领袖 就是我必须打的 小组长 掌制通工 传道人 就我每个礼拜 都要跟他们通一次电话的 或者我有meeting 我们礼拜三有祷告会 大家在一起 然后我们教部通工呢 礼拜二我们上班 我们有这个读经 祷告 然后我们还有过去一个礼拜 工作的总结 下一个礼拜施工的安排 我们会有这样的 礼拜二的上午 我们会做这个工作 那礼拜三的晚上 我们就祷告会 祷告会 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 那我会祷告之前 会打电话给一些弟兄姊妹 领袖 各组需要祷告的 跟他们沟通 就这个电话要打的啊 你要记住 在美国 你的教会的领袖 特别重要 因为 你不能靠你一个人 你也不能靠一个人 一个人太辛苦 你得有一群同工 所以我们叫teamworker 我们建立一个团队 团队的服势 那第二我打电话的就是 牧道友 那牧道友我们会 我们有 我们教会有三个 Fortime的传道人 这个还有四个 不是Fortime的传道人 我们有七个 那他们会过滤一下 就是我们这两个传道人 他会把新来的朋友过滤一下 如果你国内来旅游的 你知道我们教会好像 现在变成个景点一样 国内来旅游 先到我们教会看一看 这个 那这些我们是不打电话的 因为他留的电话 都是中国大陆的 他们很多都基督徒 有的甚至是传道人 那不想关心 来了就打个招呼 照个相 吃顿饭 高高兴兴的就好了 那需要我们什么 为代祷写下来 那我们一般不打 因为打也打不过来 中国的电话打 对他们也不好 我一打电话 国内他在 人家本来也没事 我一打电话 人家有事怎么办 那我 我一定打电话 最主要就是夫妻 你看这个是现实 夫妻住在我们附近的 我觉得他有可能 来到我们教会 这是我一定要打电话 我会把他 这个跟好土坏土没关系 我觉得他能留在教的 可能性很重要 那牧道友没有信主的 这个我一定要打电话 因为我觉得 传福音是我们教会很大的一个 我如果要优先打 我肯定先优先打给牧道友 这个他一天我还没信主 我有什么需要祷告 我立刻打他 这个他问他有什么需要祷告的 很多时候电话里谈到效果挺好的 因为你知道美国跟中国不太一样 他不希望你去他家串门 因为你去他家他也得打扫打扫卫生 对吧 那他也不太想让你了解他太多 很多人是这样子的 所以但是你在电话中他就没关系 这个你早一点晚一点 只要他不做饭的时候打电话都可以谈一谈 所以我就觉得来到我们教的人 也是四分之一能留在教会 就你来的新人 我就很感恩了 能四分之一留在教会已经是不错了 我们教会发展很快 我们六年从十几个人 现在不到三百多人 我们现在这几个礼拜崇拜 都是二百八九十 下大余我们都二百八九十 所以感谢主 所以是最近教会去年年底开始 又爆炸性的增长 往往往往找 所以神的恩典 所以记住谈到也记住土地 土地 你跟他谈到你想它是个什么土地呢 你要有这个理念观念 就是耶稣基督讲的四种土地 土浅石头地 路旁的土浅石头地的经济里的 种子撒在这里边的时候 效果不好不大 那么耶稣基督传福音也是很多人不信的 对不对 这个耶稣基督去不仅法利赛人他们不信 就是很多外边人也不见得都信 那耶稣会培训门徒 找出好土 这也是我们传道人的智慧 好我们休息十分钟 我们就往下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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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